36年前一场伟恩台风 让庄智慧返乡展览梦碎 即将展出的作品残遭水淹 36年后 就因疫情阻断国外展览录 庄再度因缘际会接受文化局邀约 一口气在三个馆市展出 举办盛大的阅读技艺 庄智慧各展 庄智慧的展览 以过去、现在、未来三大方向定调 展出精选艺术家年少时期 到近期的平面绘画和立体挑素作品 共127件 展出作品以前卫、创新、据人生哲理 结合科技与艺术的类除光作品 更是在黑暗时期 为观者带来疗愈和希望 - 闔人生哲理 - 这样的词顶 我认为 - 时刻 - 时刻 - 时刻 - 我就在新竹自助教堂开克展完之后 - 我就请 sat - 我就请问给 台湖音箱 他们都没有要求 台湖音箱 其实整体这次 台湖音箱 這個把我的作品全部被風吹走了 隨時的通過是 也是這樣隨時的上次其他作品 那時候也是沒有好幾年的時候 就這樣很明顯 36點來期盼了幾天 回到這塊土地 被甲新鮮 國籍和夫人 非常的熱情 裝智慧精選作品包含尋找內心的名牌 結合好光的光點系列 宇宙區塊鏈作品 呈現在中心畫廊 特展示彼岸系列作品 有木雕結合油畫的浮雕畫 佛陀的沉絲 有蓮花盛開的淨土 及挑逗傳統佛教藝術表現的 補提液水滴 銅雕系列 而藝術家年少時光的記憶 及青年時期的成長 也化為一件件的油畫 特別精選在文心畫廊展館 記者 陳榮豫報導 提供 輪廓展館 延期